记者王铁台南报道,郭信男子是毒品通缉犯,他骑车出门被熟记治安人口长相的副所长黄文献发现,黄文献趁郭南在停红绿灯时拔掉郭的钥匙,并将他压制在地,直到支援道场,警方在郭南身上搜出一包葡萄口味的口腔糖,打开一看才发现里面除了口腔糖外还有刺小包K毒。 但问到郭南为何要藏毒在口腔糖包装内时,其料郭南却回答,嘿,毒都是配着口腔糖吃,葡萄口味才好吃。 30多岁的郭南有毒品千科,是南市警武分局辖区的治安人口,他因毒品安慰到案遭了减通器,因此躲在诸屋处足不出户。 但连甲几间观光客涌入台南,他以为警方可能忙于应付交通状况,因此也骑着机车出门走走,没想到却被警方巡逻石盯上。 由于前任是警武分局长曾要求辖区警员要熟记治安人口长相,黄文献看到郭南的侧脸就认出郭南来。 由于当时黄文献持有一人执情,不敢随意追车,悄悄跟在郭南后方,等到停红绿灯时,才四机上弦将郭南的机车钥匙拔掉,将郭南压制在地。 随后支援警力到场查出郭南通气身份,同时在郭南身上的一包口腔糖内找到四包K毒。 郭南不晓得是开玩笑还是认真说他吃K都要配口腔糖,才会将毒品藏在口腔糖包内。 讯后警方将他以违反毒品违害防治条例移送法办。